雖然有個學生獲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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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其實做到反途 見到所有內臟都反了出來 才能獲得獎 另外這個Session 是叫做 People are moved by being touched and pushed 我想沒有人喜歡被人 push 這個 我們就選了一個 就是 non-commercial的一個例子 大家也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出街的人都要做identity 其實 只要你要跟人溝通 基本上你就要用Design去做 而 為什麼這個Case我會拿出來 因為本身 廖一法師出街之前 他都是做creative的 所以他很明白 Design的power 當然 當然 當時有緣 2000年的時候 他就從澳洲回來 他就覺得 一來到香港 他就發現市面上 他看到所有 還有Promo佛教的 海報也好 或者書也好 全部 一定是有一個 金光閃閃的佛像 向四邊發射一些光芒出來 再不然就是一個 大師就踩著浮雲走出來 給人一種印象 一般就是有一種很迷信的感覺 因為 他心目中的佛教 其實是一個靜 即是他所說 要Deliver 佛教裏面的真正的意義 而不是表現那種 金光閃閃的 佛像要坐在很高高在上的地方 那種認識 我記得當時 我剛認識他的時候 我就上去聊天 第一件事 我問他想做些甚麼 他就說 我接下來有一個講座 他就說 我想找人做Designer 大前提就是 我不要看到所有 和佛像有關的東西 他要接引一些 不是存在那些 我叫客人 或者客人 他想接引一些 是更新的 即是懂得 用另一個Language 去理解這件事 那 我又很興奮 因為我最喜歡做一些 別人 即不是存在 有的東西 但是 我第一件事問他 就是 我不幫邪教做事 因為其實 連我自己都不知道 佛教是甚麼 在當時 因為我上去的Center 和我心目中的Center 都是完全不同的 這也是一種Visual communication 的一件事 因為我們以往 那些佛教的印象 都是來自我以前 小時候 看的那些武俠電影 或者一出家人 就會 即是一出家之後 我已經不是叫甚麼名字 眼就永遠向虛空去看 即是自己 其實都比小時候 看電視劇那種 佛教的形象 進入腦 其實他的Center 是很 很整潔的 亦都很有型 即是當時 所以我為何第一句 說我不幫邪教做事 因為我從來沒有想過 佛教的中心 是可以這麼型的 原來當時 是有法輪功存在 我很害怕 他有法輪功的中心 那法師就說 對著一本書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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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本秘符給你回家 兩個星期再回來 那我回來看 看其中 其實 我便 當時 就 第一 領 領會了一些東西 因為他給了一本 很簡單 很簡單的佛經 我看 就是每天一句 分了很多個題目 然後 講來講去 講來講去 原來講個心 原來我當時的小小的體會 那我就覺得我可不可以用心這件事 去做一個比較觸感的東西 那很多時候我們做設計 就是平面設計 你一定要做一張平面的東西 有相片你就印上去 但是反過來就是 其實設計 因為所有東西在這個世界存在 都是一個立體的 有味 有聲 你跟那個東西看的時候有距離 譬如我們心的情況也是一樣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接近 其實你看不到自己的心 其實你要退後一步 你才看到自己的心 那當時我最記得那個場面 就是我去到我法師前面 攤開了一張海報 那接著呢 他就頭都暈了 然後他後來就告訴我 他說 我最初你一攤出來的時候 我在想怎樣要reject你 其實 但是當我走後之後 他看到一個心字在那裡 他就明白我想 deliver 那些訊息 那自此之後呢 我們就成為了朋友 那接著呢 就 法師有什麼呢 就會找我幫忙去做 那其中有一次呢 就是有一個講座 就叫做 解結 解結 解心結 那我們通常跟法師做事 就有個brainstorm session 就是好像一個creative agency 那樣呢 就開會 那法師就是creative director 那樣 brainstorm 那他說 阿虹 你想到什麼 解心結 然後我說 然後他說 你覺不覺得呢 其實我們 洋蔥很有趣 他說你試試慢慢剝 你一邊剝的時候 其實他一路呢 一邊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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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剝到裡面呢 其實呢 胸的一邊 你 我 是不是法師過 是不是法師過 其實等一下呢 有一個環節呢 我們是 因為我們做了一些蛇器項目 除了Virginia 代表新生精神復康會 我們還做了一個 蜆筋的項目 而那個 項目的那個 director呢 其實就是Bella 那他現在呢 就代產 那本來呢 他今天都會出席的 但是呢 我就跟Bella說 Bella很害怕 在這裡呢 臨盤 那呢 太大壓力 他現在已經 不可以了 因為他就很接近 那個產期 那我搭 迫使的期間 很感謝昨天 Virginia說 不如跟他Skype 我說好啊 他是住在馬步步的 OK 他稍後會在一個農田旁 跟我們Skype OK 那 我先說回這個 Ticket 那法師呢 就想做一張Ticket 他說 通常Ticket 派了之後 就扔了 但是 他很想做一個 跟那個內 因為其實 佛經 在他心目中 一經一計 都是很重要的東西 那他不想做一張Ticket 就這樣 印了門券 叫做門券 然後拿了 然後就扔了 他很希望連門券 那些人都可以 因為裡面的意思 而去收蟲 那所以就跟他 Grainstorm了 我的想法 就是拿一張很薄的洋蔥紙 去撕洋蔥 去拍照 那當然撕洋蔥 那是我的 那一邊撕 你是會一邊流眼淚的 那你又會感覺到 一邊撕 一邊解心結那種感受 那我希望呢 其實 通過你拿著那個洋蔥紙 那你會感覺到洋蔥 跟那個紙的關係 另外就是洋蔥 其實你想起洋蔥 可能有刺鼻 或者會流眼淚的那種感覺 希望用這些 所有不同的senses 去嘗試去製造那個Ticket 另外就是 法師也要拍卡片的 那麼 法師就跟我說 洪娜我要做了一個狗 那我說 法師很難 就這樣做了一個Logo 因為Logo在我心目中 是一個很 很一舊的東西 的Logo 我是覺得跟他很不合 那我就 其實因為 跟他聊天的過程 我經常要上去Site Visit 因為設計很多時候 你要了解一個客人 你才可以幫到他做事 那我經常上去聊天 假裝Site Visit 其實找他解釋我的心結 那我發覺 其實自己 或者旁邊的人 上去去 其實 心都是零零碎碎的 即不是很完整 那我跟法師說 你們其實在做這件事 都是幫人去修補那個心靈 那我不如和你做一張粉碎的心的 Stationary 你看到每個項目 其實是一個很簡單的漢字 漢字 擦散 其實可以形成很多不同形態的心 那我就找了一些 車窗簾的女工 就跟她說 麻煩你幫我 車這個線路的心 那裏 那他們都車得很開心 其實 因為他們很少在紙上面車的 這裏說另外一件事 就挺有趣 就是說 touch 那其實 卡片 我自己覺得 是一個 false impression 來的 我自己好著重 卡片的設計 不要看它小小 它是代表你的 其實一派出來 我們一看下去 很多時候 false impression 就知道你其實 你對那個美感 設計的看法 你了不了解 那法師呢 就跟我說一個 挺touch的 的case 他很多時候 去探望一些 可能是一些 犯人 可能終身監禁 那有一次 他就 他說有個犯人 一直都 不跟他瓶解 那 口黑面 或者去到另一面 那他就 嘗試向他派卡片 那我派卡片 那一次都沒有 convenensation 但是他說有一天 就收到了封信 抬頭就說 阿法師 為什麼你 把卡片有條線 就打開了他 跟這個 犯人的convenensation 那我覺得 很touch 不要哭 另外 跟著阿法師 又做慈悲基金會 那 看字很好玩 其實慈悲兩個字 都是 用心去多住 下面是兩個心來的 好的 那其實 我們所有 在 其實所有我們的情緒 我們的想法 全部都是由心生出來 那 這個看字結構 之後 我就想 幫法師想了一個 慈悲基金會的 identity 就是 下面呢 其實我就用一個 白色紙去燙一個 白色的心 跟著上面 你看到全部都是 看字上面的 那個 部首的 那個 那個 例如你看到 可能是一個 記者 或者是一個 憤怒的分子 上面是一個分子 去幫他做了他的慈悲基金會的 stationary 跟著另外 他也都會 因為他以前做creative的 他也很creative的 他也覺得creative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就想去大專 中學就做一個 海報設計比賽 那就將 他想傳達的訊息 就通過這個 海報設計比賽 就deliver給學生 那麼 題目第一屆 就叫做捨得 捨和得 就是 很多時候就是 你的飯滿了 其實呢 你已經再 擠不到東西 你要 倒一些東西出來 你才會有 新的 一個 得著 那也都 等於參加比賽 如果你不捨棄 你唱K的時間 那 你是不會 得到獎 因為你沒有時間 去做那張海報 那麼 去到比賽 你得到獎之後 其實 你也都 之後 你應該再捨棄 你多些時間去跌 因為你的捨棄 而你得到獎 我意思是 那這個就是一個 現場的 展示的 panel 將寫同德 去做一個 對調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關於 慾念 的 topic 我想這個 不深入 很多 我跟他做 都是盡量 清簡 文字為主 因為其實他們 不會有很多 預算 亦都不應該 太華麗 那 應該到下一段 時間到剛好 對 多了五分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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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ud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